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來到這個永和文化度的老姐弟面線甜不辣專賣店 那這一店在網路上也是蠻有名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那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那他們有個面線很特別 那我們就請老闆來介紹一下 那小小的店大概只能做不到20個人 那裡面的話的色系就是這種單色系喔 那這個最著名的海底面線是90元 然後還有甜不辣綜合面線這些 老闆你好 那想要請問一下你們那個海底面線是 什麼樣的型態 海底面線它其實跟其他的大腸肉跟荷仔 還有腸部皮 它的皮是一樣的 就是說它上面的料 像小卷、鮮蝦還有荷仔 鮮蝦跟小卷它是用燒烤方式去做的 所以說它會融合 跟面線融合在一起的話 它會有燒烤的味道 然後會加點九成茶跟沙茶做機會 那你們這個海底面線蠻特別的喔 對 它還是每天的限量 對 一天吃50元 是你們自己的創意嗎 還是 那它湯底是不是就是跟那個 傳統的麵線一樣是柴魚湯底這樣 對 然後手工麵線 對 可是最特別就是那個燒烤的小卷 沒錯 嗯哼 那全夏這間店已經開多久了 目前快兩個月了 喔 是新的店 對 那可是在網路上的討論度也蠻高的 對 其實蠻幸運 剛好我們永和有永和的社團 然後永和有同門 來消費 然後來幫我們扣上 做的事情 喔是 那全夏貴店的營業時間是 目前是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 那如果機早賣完就機早晚 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 有工修嗎 週一工修 週一工修 好謝謝 好那我就要那個海底麵線 然後一碗內一碗外帶 好謝謝 那順便問一下齁 那你們甜不辣有特殊之處嗎 甜不辣我們裡面有放7種料 7種料 對 是 有一片的甜不辣 母趾甜不辣 然後還有空碗 水碗 然後菜頭油豆腐 是 醬料也是 是 是味噌的醬料嗎 還是 味噌的醬料嗎 還是 醬料 是味噌 酸度比較高的番茄 是這樣子 喔酸度比較高的番茄 蠻特別的 謝謝 好那這個是 關東煮的部分 對 更正 甜不辣的部分 好那這個就是小卷 小卷的部分 對 那是哪裡的小卷 就是 我們都是去市場抵發的 市場抵發 就是凌晨的時候去浴室這樣 齁 這樣子 齁 好謝謝 看起來還蠻新鮮的 對啊 OK 好那這個就是 他們的菜單喔 好就是這個 限量50份的海底麵線 當然要吃吃看 好到始終是這樣 好那 老闆應該是 姐弟啦 真的是姐弟 啊哼 好那今天很湊巧 就是在這間店碰到蕭阿姨喔 蕭阿姨你好 你好 是 好那您覺得這個麵線 您覺得怎麼樣 味道還蠻好 是 它很特別 有放在一個小管 是 一般蕭阿姨小店 人家就放這樣 是 所以很特別 味道還不錯 是 對 那高湯的湯 您覺得都整個 整體都很不錯 都不錯 就蠻特別 對對對 很特別 味道很好 好那蕭阿姨也是這個 楊桃美食王的獎師喔 所以他這個獎品 也是非常的 中肯而 準確 好那麵線就是覺得不錯就對了 對對對 味道很好 謝謝 我來加點辣椒 看看他的辣椒味道柔軟 我試一下 這個辣椒應該也是他自己做的吧 對 很辣喔 我吃吃看喔 很辣椒 他的辣椒也很香 也很特別 嗯 是 有夠的人可以來 品嘗看看 還不錯 嗯 那就謝謝蕭阿姨喔 哈哈哈 好那他們家還有這個 酸梅湯 對 海底麵線麵 好那現在就是要製作這個 你好 很特別的 海底麵線喔 那蝦子也是用燒烤的嗎 對 喔 喔 那蚵仔就是冬死的嗎 對 然後嘉義那邊的 嘉義 啊哈 因為 前陣子台風 那邊嘉義 比較 庫比較少 喔 你好 再往下走 嗯 我先來操作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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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很特別的海底麵線就好了喔 好可以看到就是滿滿的海鮮料喔 有蚵仔蝦仁跟這個小卷喔 好這樣看起來這個料是滿豐富的喔 好 好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為什麼覺得好像玩歪歪的 啊 好 先吃吃看原味的喔 好 好 好 那在這邊就可以聞到這個 麵線很香的味道喔 大概是剛剛上去放的那個醬 放上去那個醬喔 好 那蝦仁吃吃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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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嗯 嗯 因為它這樣炙燒有把這個蝦子的甜度烤出來喔 嗯 它有一股這個炭香味 嗯 很好吃 嗯 好 好吃 好 這個是蚵仔喔 最近好像風災就不是很漂亮喔 嗯 好 因為我早上剛好也吃了麵線喔 那真的可能是因為風災的關係喔 蚵仔都沒有原本的甜度喔 好 那這個就是氣候的印象喔 好 但是這碗麵線是很特別的喔 那這個就是最特別的烤小卷喔 應該算是炙燒吧 那吃吃看 嗯 小卷蠻有甜度的喔 燒烤過之後就比較帶著出它這個甜味喔 這麵線湯頭喝喝看 那後小卷就是略鹹一點 鮮 鮮甜而有點鹹 海水的鹹度吧 嗯 好那這樣整個吃起來就是很特別 就是充滿了這個海鮮味喔 我覺得很好吃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 90 3分 嗯嗯嗯 很特別喔 那現在我再加看他們的配料 烏醋跟辣椒 那感覺上他們那個辣椒好像是油波辣子喔 然後還烏醋這樣 好那蝦子的這個個頭還蠻大的喔 嗯 喔加辣之後變得更好吃喔 它這個美味度更提升 嗯 嗯它的麵線就是加烏醋跟加辣會比較好吃喔 再多一點 嗯 海鮮好像就是 加辣會比較好吃喔 嗯不錯 然後變得更好吃 然後變得更好吃 再加兩分變95 嗯嗯嗯 可惜蚵仔的甜度不夠沒有出來喔 大概是就風災的關係 那麵線就是稍稍軟爛的口感 稍微軟一點 好還不錯 好就算是很傳統的口味啦喔 好那這樣就是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晚餐了喔 好蠻特別的 它一天只有限50碗喔 所以要吃的朋友就趕快來喔 它這個賣完就沒有了 好我覺得還不錯 分量也夠喔 就蠻推薦給朋友來吃吃看喔 蠻特別的 好那就再加點一份那個甜不辣喔 那甜不辣部分有值得介紹的部分嗎 七種料 欸是哪七種方便說一下嗎 一片的甜不辣 然後母子甜不辣 牛肉腐 菜頭 然後公圓 鱈魚丸 然後跟豬血糕 那你們就是用這個 全部料的湯頭去煮這樣 加柴魚對嗎 還有柴魚糕湯 柴魚糕湯 那謝謝 最主要湯頭是柴魚糕湯 好那這個是他們店的招牌甜不辣喔 那先來吃吃看 它有蘿蔔燉煮的還蠻軟爛的喔 好那先來吃吃看 嗯 感覺上 感覺上蘸醬是有用了這個味噌 那有味噌的話 它味道就會變得很柔和喔 還不錯啦 不過網路上有講他們豬血糕有一點薄喔 呃 現在看到是有一點薄 是蘿蔔還蠻好吃的喔 那是蘿蔔還蠻好吃的喔 現在你這樣看就可以知道 它這個蘿蔔是燉得很軟爛的喔 還不錯啦 就是有一點類似萬華頂級甜不辣的味道 類似喔 嗯 那就看個人啦 呃如果 喜歡吃甜不辣的話 可以順便在那邊吃一份啦 呃 但是專程的話 我是建議吃他們的海底麵線喔 甜不辣就稍微普通一點 好那甜不辣分數我覺得是85分 嗯 嗯 個人覺得喔 個人覺得蘸醬 蘸醬稍微普通一點 好那 最好吃的是 招牌海底麵線 好 這樣 好因為最後他們沒有名片喔 就情認得這個店的招牌喔 老姐弟麵線甜不辣專賣店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你用餐愉快喔 好掰掰